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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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小孩子的歌 但是我们说我们都要回到小孩子的样式 这首诗歌是回应今天分享的主题 好 每次周三的时候 会分享为自己祷告 自己祷告 以前我们也分享过了很多主题 求神光照 帮助 更新我们 我们里面的骄傲 嫉妒 贪婪 愤怒 结党 诡诈 等等 今天2023年的最后一次 我想告一个段落 最后一个 难度 闲散 闲散 我们看到圣经中 我们说我们要为主做工 殷勤做工 闲散 闲散 在圣经中其实是有这样的讲 那你看 在基多书里面 当时说到这个克里特人 他们是又残又懒 这个是不好的一个评价 又残又懒 然后提摩太前书里面说 说到有些人 他们习惯懒惰 哀家贤游 这都是一些不好 不好的情况 那我们今天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反思 那这两个字的话 在圣经中我们去看 他的原文 希腊文的话 他的意思就是指什么呢 难度 闲散 无所事事 无事 没有用 不去做工 毫无用处 不干活 不行的 没活干 没有用 所以我们看到 他这个意思很丰富 所以不光是说我们好像 在家里不做家务事 那个闲 那个闪 不想动 那其实在生活的很多方面 那体现出来在神面前没有价值 没有用 这个无心做事情 那同样这个字呢 我们看到另外一节圣经里面 也是用的这个字 在彼得后书里面说 你们若匆匆足足有这几样 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 不至于贤 奶不结果子了 好 所以在这里的话 也让我们去想到同一个字 那 这个字或许不光是指我们在生活上 好像 好吃难做 我们说 不爱 就是不勤劳 好像不做家务事 那不光是如此 同样这个字 你看到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上 也要小心 也要小心 不至于贤奶不结果子了 好 所以这个对我们 跟随耶稣的门徒 我们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不光是我们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包括我们在认识主耶稣上 我们是不是会贤奶不结果子 那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觉得我们已经信主了 或者我们还不错 我们星期天也来聚会了 我们也来听讲道崇拜了 那甚至我们偶尔还会参加一次祷告会 那但是呢 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在认识主耶稣的道路上 在奔走天路的道路上 是否会贤奶不结果子 认识主耶稣基督上 认识主是一生的功课 这是保罗 他一生所追求的 要认识耶稣基督 得到他 他是他的至宝 所以在认识主耶稣基督上 我们如何的在做工呢 不光是我们要做事情 我们服侍 包括我们 我们在祷告上面 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确实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很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才来祷告 就好像饿得不行了 才做饭吃 这个是一个贤奶 那我们在读经上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到周日 我们不得不要去读经了 不得不要去崇拜了 所以我们才读经 那平时呢 我们就懒得去动他 圣经就是一本装饰 那包括我们在学习神的话语上 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听听道就好了 还是说我们愿意下功夫 我们去上更多的真道学方 主持学的课程 或者说神学院的课程 因为不光是说 好像是说传道人才要去学习神的话语 你看 在作为一个主的门徒 认识主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 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会闲难 那我们会不会在学习神的话语 在祷告等等上面我们会有闲难呢 那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圣经中的一些话语 关于说到懒惰 那这一段经文的话我们都很熟了 马太福音里面做了这么一个比喻 那主人有这样的一个仆人 那这个仆人呢就说 哎呀我害怕 所以我就去把你给我的一千银子埋在地里 然后主耶稣回来 这个主回来以后呢 就把这一千银子又圆缝归还 那主耶这个主人没有夸他 主耶稣是这个主啊 这个主人是骂他 说你这又恶又难的仆人 所以这里你看用到这个难 难度 恶 难度的仆人 哇 这个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 就看到我们做主的门徒 我们做主的功 我们扩展神的国度上 主不光是要让我们守 不光是要我们守住他给我们 而是要让他 他要让我们去得掌 所以在神国上 我们如果没有进取 没有拓展 没有愿意更多的去 拓展神的国度 投入 把我们所拥有的投入出去 而且为神国得到更多 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 主人不光是夸我们说 嗯 还好你没有损失什么 主人夸的是又恶又难的仆人 所以说难度啊 不光是说我们在生活上 好像我们很勤快做事情 那我们在主的功上 在神的国度上 一不小心 或许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守住这个地方 守住神给我们的资源 但是我们却因为害怕 怕失去 怕以前有的东西失去 我们就成为了这个又恶又难的仆人 这个很可怕 这句话很重 但是重的话呢 恰恰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那所以在罗马书里面说 我们做主的功 我们服侍主 殷勤不可难度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那这个常常服侍主呢 这个翻译可能有点误解 其实他最直白的翻译就是说 我们要殷勤不难度 心里火热的在服侍主里面 他的旨意 就是在服侍主里面 我们殷勤不难度 心里火热 所以不是说要常常服侍主 是一直服侍主 是一直服侍主 在服侍主的这个里面呢 我们是要殷勤不难度 心里火热 所以这个句话呢 也给我们前面的一个回应 我们如何才能在认识主上面不闲散 而不是说好像我一定要星期天 我一定要去听听道 好像祷告我必须要来参加一次 不是那样子 不是一个被迫的 不是一个要求 包括这个前面讲的投入 要把这一千两银子投出去 投出去你就会觉得 哇害怕失去 这个是需要勇气 你去拓展的话是需要 进入一个未知的空间 进入一个走出舒适区 也是需要勇气的 那如何能做到呢 那在这一节经文 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如何能做到呢 就是你心里火热 这个殷勤 殷勤两个字 也就是很急迫的想要去为主做工的 那个急切热心和勤勉 这个心里火热 它的原文是灵力火热 就是灵里面充满热情 这个火热 这个就像是水 主沸腾的一样 所以当一个被圣灵充满 有主同在的一个 他渴望迫切的想要得着基督 就像保罗一样 那这个时候他不会想到是 我必须去参加导会 我必须要去读圣经 我必须要去拓展 他不会 他会从这个被动变成主动 因为他心里火热 他灵里火热 所以我们做主的门徒 今天几句话来帮助神的 神的话来帮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有闲散 是否有懒惰 不光是生活上 而是我们在灵里面 在认识主的道路上 我们是否安于现状 是否闲难 那这里就帮助我们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眺望我们心里的火热 眺望我们灵里面的 急迫的要为主做工 永远一直始终的服侍主 不是安于现状 而是不断进去 所以今天我们的祷告 我们一起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光照我们 看见我们自己 我们是否闲散难度 无心为主做事 我们更愿意的是享受 享受主的恩典 享受弟兄姐妹的爱 享受教会的关照 我们自己是否闲散难度 无心为主做事 我们是否害怕失去 而不失进去 以至于闲懒不为主 多结果子 最后或许成为了一个 幼儿幼儿的仆人 第三我们服侍主 是否我们真的是灵里面有火热 殷勤不难度 我们把这三点 带入到我们今天的祷告里面 那现在是在2023年的 最终年末的时候 那把这个祷告我们带进去 就要求神感动和激励我们 我们不光是敢还要动 所以2024年 我们要如何做 2024年我们要如何做 我们盼望神的圣灵 来感动我们 来提醒我们 来光照我们 更是来激励我们 我们再来听一听这首诗歌 那虽然说很短 那是一种儿童的歌 但是盼望我们都成为小孩子的样式 单纯热心的服侍主的人 就像小孩子一样 我们借着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来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来祷告 我愿重成全为主 下下眼睛爱开神经 下下双喜敬拜祝 下下头脑学习竹话 下下心灵心套祝 都为耶稣 都为耶稣 听出为我手痛哭 又为耶稣 都为耶稣 我愿重成全为主 翘翘双手唯主作任 翘翘双治众 下下脑 跳跌路 想抄耳朵爱听触摾 rosiperOuae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不要贤难 要为主多结果子 在认识主的道路上 让我们不要暗于现状 而要不断进取 主啊 我们不见得能做什么 主啊 但是我们真是希望在见主的那一天 也会说我们是衷心良善的故人 主啊 我们没有辜负你对我们的托付 也没有闲置你给我们的所恩赐的 主啊 谢谢主 因为你的大使命 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 调望我们的灵力火热 我们不得不为主做工 谢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 这是更加为主所用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总监 我们要听他们的视频 大家一起来认识 我们要听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访 我们下期订的民族 我们下期订的 项梦 和 他们 对